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严峻 经济复苏步履蹒跚 发展鸿沟 不断拉打 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争多 全球次序面临诸多的挑战 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 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建设持久和平 不便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此后,习近平主席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进一步丰富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的内涵 和实践路径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 人类命运修取与共 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主席先生 各位同事 和平发展 合作 共赢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为此 我愿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 坚持公道正义 维护和平安全 各国的安全 相互关联 彼此影响 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走对话而不是对抗 结伴而不是结盟 共赢而非零和的安全之路 要重视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 通过对话协商 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 沟通对话 是实现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手段 冲突对立 双方便是如此 停火指战 启动和谈 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 中方支持一切 有利于解决 和平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努力 愿继续 为早日实现 和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巴勒斯坦问题 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根本出路是落实 两国方案 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民主合法权益的正义事业 要尊重各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 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 少数国家 烂施非法单边制裁 对国际关系 和谐稳稳定 造成严重破坏 国际社会 应共同抵制 中国坚定支持 古巴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 反对外来干涉 和封锁的正义斗争 赞赏古巴为打击恐怖主义 所做出的努力 要统筹传统领域 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 核战争打不得 核武器用不得 中国是安理会 五个常论理事国中 唯一承诺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中国高度重视 常规军控问题 有望近期完成 枪支议定书批阅 中国将在今后三年 面向东盟地区 开展扫雷合作行动 帮助东盟国家 早日摆脱雷患 中国支持联合国 发挥主其道作用 在充分尊重各国 治理原则和实践前提下 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 智能领域的框架 和规范标准 第二 坚持互利共赢 促进共同发展 要将发展置于 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 让发展成果更多地 更公平地 汇集到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人 中方将继续为构建 全球发展 共同体 做出积极的贡献 今年是中国提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十周年 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 已开展了 三千多个务实合作的项目 2022年度 中欧班列 已经开行了 1.6万例 这是一带一路 生机活力的鲜明体现 下个月 中国将举办 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团 我们将进一步协同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 和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要推动巴黎协定 全面有效的实施 发达国家 应该做出 更大减排的努力 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资金 技术 和能力建设的支持 中国将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全面停止 新建境外的煤电项目 大力支持 发展中国家 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帮助建设 更多的绿色能源项目 中国将继续 为应对气候变化 做出积极的努力 第三 坚持开放包容 追求文明进步 文明多样性 是人类发展的宝贵财富 多智多彩 是人类文明的底色 不同国家和文明 要在彼此尊重中 共同发展 在交流互建中 取长补短 在求同存异中 合作共赢 促进和保护人权 是各国的共同事业 人民幸福生活 是最大的人权 各国历史传统不同 现实国情各异 必须也只能从本国实际 和人民的需求出发 判索适合自身的人权发展道路 要通过对话与合作 推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反对搞政治化 和双重标准 更不能把人权和民主 当作干涉别国事物的政治工具 第四 坚持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 中国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的坚定的支持者 联合国应当平衡推进 安全 发展 人权三大资助领域的工作 由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 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共同掌握世界命运 大国应该以身作则 把对多边主义的承诺 真正落到实处 明年联合国将召开未来峰会 国际社会应以此为契机 坚持世界的多极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 统筹推进 和平安全 经济金融贸易 等领域的改革 切实提高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推动全球治理 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主席先生 各位同事 去年十月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成功召开 拨化了 以中国式的现代化 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中国式现代化 是人口规模巨大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必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为人类文明进步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 已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 我们将始终坚持 扩大制度性开放 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便利化 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的准入 依法保护外商投资的权益 既为世界经济发展 不断地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 也让各国分享 中国发展的机遇和红利 中国坚定奉行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鲜明底色 不惧霸权是中国外交的独特风骨 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永远不成霸 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将坚守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 开放发展 合作发展 共同发展的道路 中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实现主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中国 中国愿继续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 始终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中国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坚定支持并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 从本国的国情出发 独立自主地选择自身发展的道路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中国将是之不宜的推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大国的使命尽责 为人类的前途担当 中国愿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 致力发展的国家携手同行 合同共济 共同开创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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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